副總統 小吳京雄 還有 田生傅 董副校長 在座各位 師長 各位朋友 各位武安 我今天就先跟各位 來報告 用很簡短的時間 我在什麼樣的機遇之下 認識的吳京雄 其實我是 東吳大學法律系 畢業的學生 吳京雄呢 是東吳法學院 東吳法學院的 第一任的院長 所以在我念書的時候 我就常常聽到 我的老師 在課堂上 常常提到吳京雄 當然除了吳京雄之外 還有很多 東吳大學前輩的 這些法學的教授 當時我是大一的學生 非常懵懂 只是留下了吳京雄三個字 那麼我現在已經五十歲 其實吳京雄很多著作 我們還沒有機會把它讀完 所以這個疑問多麼的巨大 我們窮救的一生在追尋 那麼就像吳京雄 他也在花了他一輩子的時間 在尋找人世間的一個真理一樣 那就是因為這樣一個機緣 那麼後來呢在我這個東吳大學畢業之後 那麼也是因為東吳的老師黃元勝教授 後來在府仁大學任教 那麼他有一個希望說能夠把這個 因為他是研究中國的法治史 希望能夠把中國近代偉大的法學家 能夠逐一做一個整理 那麼因為我是東吳大學畢業 所以他就把這樣的任務交付給我 那麼我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這個尚窮畢落下黃泉 這個去尋找吳京雄他的著作 那麼我們知道他曾經擔任過中國文化大學 這前身中國文化學院的榮譽校長 所以呢我第一個線索就是到文化大學的圖書館 去找吳京雄的著作 但是很可惜我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太多 那找到是那個以前文化大學的法律系主任 洪玉清所翻譯的這個吳京雄的著作選 那麼所以我慢慢的後來就知道說 府仁大學的當時的校目 田莫迪神父 他是研究吳京雄的專家 所以呢我也想辦法去認識他 那麼在田神父的書房裡面 他搬出了一大堆非常珍貴的研究的資料 從此開啟我對於吳京雄的認識 也就在那一次呢 我讀到了這個超越東西方的原來的英文的原著 那之後呢幾年 在中國大陸呢 他事實上是在此之前有個中藝本 譯者叫周韋馳 其實這個譯者呢 當時他只是一個大學生 他翻譯這本書說只是大學生 那他也是讀到這樣的東西他非常感動 不過當然是因為他當時年紀輕 所以這個藝本還是比較粗糙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這麼用這麼流利這麼美好的中文 去還原一個這個學慣中西的 吳京雄博士的他的這個著作 他的自傳 我覺得非常的貼切 那個時代的氛圍 也非常貼近吳京雄的時代語言 所以我看到這本書呢 非常的感動 那吳京雄呢 他對於我們這個中國 或台灣的法學的貢獻 因為我是一個 研究他的法學思想 那麼我稍微跟各位 就稍微報告一下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因為他在寧波 在上海這個地方來成長 那麼這個是華洋甲楚之地 也就是說中國的近代化 最早來自西方的影響 就是這個地方 那麼所以呢 吳京雄他從小學的時候 他就學會了這個流利的英語 因為當時他們的小學也有 也有這個英語的教育 那麼當然另外一點 他是寧波人 他們家境還不錯 所以呢 他可以心無旁駕的 就比較能夠去專心的去讀書 甚至有機會 那麼到北京 那麼到上海 那麼進一步呢 到國外去留學 那麼他在東吳大學畢業之後呢 那麼他就到這個美國 那麼也到了這個法國 也到了德國 所以在他在那個時代 在中國的當時民國初年 那麼其實還有 我們的印象當中 所謂軍閥割據的那個年代 吳京雄呢 他已經真正的 連我們現代的人都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在他那樣的年紀 也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能夠同時到歐美的這些大國 去從事研究 而且呢 他非常的謙虛 而且非常的好學 他去求見 去希望去認識當時一流的法學家 所以在美國呢 他透過書信 他認識的當時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霍姆斯 那麼跟他有了長期 當時霍姆斯已經快八九十歲了 那麼跟他有長期的這個書信的往來 那麼可以看到一個 當時二十多歲的一個 東方的中國的年輕小偶爾子 這麼樣的這個好學的 像當時明冠這個美國歐美的大法學家 大法官 請教各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在他的書信當中 我們看到當時正要現代化的一個中國 他們對於世界文明的那種好奇 我們可以在吳京雄的這個書信 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也可以在他自傳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 這個時代的光影 那他讀了這個 他瞭解了這個美國的法學思想之後 他的好奇心又驅動著他 進一步再到歐洲去 因為歐洲是這個習慣於什麼 這個思辨的這個哲學 和美國的當時的實政主義 講求這個經驗 的這樣一個法學的思潮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又在歐洲的這個學習當中 把歐洲的法學的重要的這樣一個精神 那麼透過他的一個人的這樣一種整理 統統帶回中國 帶回當時的東吳大學 那麼也在上海這個地方 當中國當時逐漸要收回 這個因為清朝末年的不平等的 以豪約所割據的所割讓的這些 他說他就是運用了什麼 運用了英美法當中的那種這個 這個法官的這個習慣法判立法 Cast Law的這種方式 去嘗試在每個個案當中去創造 為當時的中國在一個還沒有 民法的法典的情況之下去創造 這個當時中國這個民法的判決先例 所以這是吳京雄當時的貢獻 那麼後來也因為他這樣的貢獻 這個在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之後 當時要開始進行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 所以呢他也被邀請參與憲法的這個起草 當然我們知道說後來因為這個中日戰爭的關係 所以當時的制憲工作停頓下來 直到這個抗戰勝利之後 那麼才重新恢復制憲 那我們現在憲法是張俊麥先生所起草的 那吳京雄呢他有他另外一個版本的 他跟孫柯所合作的另外一個憲法的草案 那我要談談這個這個憲法草案當中有一個特點 是在這個當代的這個各國的一關憲法解釋當中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這個德國他們有所謂憲法法院 在奧地利有憲法法院 這是很多人認為說這是世界的一個創舉 但是吳京雄在當時呢他就在他所起草的憲法版本當中呢 他提到中國需要有一個專門解釋憲法與法律的 專門的一個法院 在他的憲法版本當中他稱為國事法院 在他寫下這個國事法院的這個憲法草案的時候呢 其實奧地利的憲法法院都還沒有成立 所以我們可以說他的眼光其實是超越當時非常多的 所以事實上也超越了當時中國現實的 他的可能當時的法律發展的這種條件 只是這個吳京雄他這些法學上的這些貢獻這些成就呢 那麼後來因為這個中日戰爭的關係 所以都停頓了下來 所以呢在那種時代的一種撞擊之下 我們看到在民國二十六年 他後來就開始皈依了天主教 所以他從一個法學家慢慢進入到這個 從一個實證法的一個法學家呢 慢慢進入到自然法 然後慢慢進入到這個天主教法學 和這個天主教教義的研究當中 那這個是吳京雄他這一生 從一個法學家 後來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中年以後 他在這個特別是在西方在美國教學的時候 他如何的致力於匯通中西的這個文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他把中國的古代的先行的這些哲學 跟西方的這個法學的發展 他來進行這個比較 所以就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 那麼他後來又進一步把這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哲學 中國的 然後跟中國的禪學等等 還有跟佛學跟西方的基督教 天主教來進行對話 所以我們都可以在這邊 他的這個著作當中看到非常 非常多非常精彩 這方面的一種 這種這個文化的一種交流 那這是我粗淺的 對吳京雄他的一點認識 我還在努力當中 希望說在我這一生 能夠還有更多的這個貢獻 能夠讓更多的中國人 更多的台灣人 來認識這位不釋出的 這個當代的奇才吳京雄 謝謝